近来 中国大陆的很多名牌大学在招生广告上是竞相拼比 使用笑花美女来招揽新生 浙江大学在今年迎接新生最炫目的宣传标语竟然是恋爱标语 中国社会流行的女大学生去做情妇 笑花明码标价卖身 民众对此已经是普遍的表现麻木了 那么追溯起这种现象的社会根源有学者就指出 因为中国各个领域的全面商业化 金钱已经成了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 权贵们在物质上是具有优越性 导致他们同时占据了社会的性资源 爱情观 道德观 生命观 价值观的变异是社会溃败的体现 据大陆媒体报道 今年大陆名牌大学的招生广告笑花大行其道 继中国人民大学推出所谓女神招生广告后 各大学的笑花美女纷纷出来为招纳新生助阵 漂亮的女生手持白纸写着 我在福建师大等你 我在华大等着你 你再不来 学姐就走了 等等肉麻的广告比比结识 当一个学校要去用年轻的女孩子 作为一个招牌去招揽新生 完全是当作一种商品去展示的时候 说明了在中国 女性是完全没有尊严的 一些知名的教授 一些知名的学者 出来做广告 我相信比笑花更有吸引力 因为人们选择大学 并不是选择恋爱的对象 大学还是以知识传播和知识的研究场所 上海理工大学教师刘华林反映 他任教的学校和一所国外学校联合展览活动时 用一群打扮得非常妖艳的女孩 穿着旗袍招揽顾客 这两天折大迎新标语 至少恋爱一次 无论成败走红网络 家中三代为师的刘华林 向新唐人表示 对当今教育的导向非常担忧 继中国人民大学亮出校花康义坤后 原北京师范大学校花潘春春 随即在他的微博中 晒出他在北京师范大学门口照片 两人进行财貌大逼拼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当今的中国人 不再矜持上仓赐予的美貌和才华 而把他当成了赚钱的商品呢 世人叶匡正认为 当今中国很多悲剧 是源于人们不尊重生命本身的感受 一味地被表面的物质牵引 而导致失去自我 性腐败成了中共统治下的 当今中国社会普遍现象 前一阵高喊打老虎的习近平 心政反腐运动中 每个高官都爆出大量 包养情妇 明媛现象 中国动态调查委员会主任 兼党委书记李广年 包养某艺术传媒学院的18岁新生 而教授霸占学生 医生玷污护士 强奸幼女的禽兽老师 禽兽校长 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另外一些研究生 如何从校花到明媛的机构 也应运而生 大陆网上竟然出现 上海各大院校校校花 包养价格表 上海校花从2万到17万部等 明码标出 作家盛学指出 中国从1949年以后 整个教育体系的教育内容 教育价值的体现 完全是为了一党之私 连基本的普世价值观 人权理念在人们心目中 是一片空白 加上这些年金钱至上的商品化 导致价值观完全混乱 十几亿人的大国 很难诞生世界级大师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